邁向第12年的新北市记录片奖 今年首度与看见齐柏林基金会合作 增设齐柏林环境记录奖 只要是主题与台湾环境议题相关 都可以同时报名两种奖项 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活动时强调 就是希望可以借此鼓励创作者 跟社会大众更重视环保 现在的议题除了疫情以外 更重要的课题是面对整个气候的变迁 环境的迫害 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必须靠着大家过往的很多的环境记忆 勾起我们全体的人脸要守住环境 让我们永续城市 永续的台湾才能够不断的往前走 2022新北市记录片奖征建活动 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8号为止 没有限制区域或主题 版权回归导演 优选奖金有1万美元 对于新人导演筹措资金来说不无小补 而且还能在线上跟海外放映 提供给导演曝光平台 希望借此选出更多的作品 打造台湾纪录片摇篮 TVBS新闻李延志 新北市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